這邊總共有三個工作表 那我們按部就要來看 大家能做什麼 第一個 我想大家都有經驗 就是說Email信箱 這個Email信箱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能夠快速的幫我全部串在一起 並且在中間加上豆點 那以前你怎麼做呢 當然如果沒有更好的方法 就是Ctrl-C,Ctrl-V,Ctrl-C,Ctrl-V 這應該是比較 不是算太聰明的方法 然後什麼方法 如果不寫程式有沒有好方法 如果要有寫一個VBA的話 有什麼好方法 另外最好是 當全部串接完之後 也可以自動幫你Email出去 那當然會更好 對不對 那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啦 本來Email VBA不是 本來Excel是不能Email出去的 但是因為 如果你電腦裡面有裝Outlook的話 那可以把Outlook 就是有點像呼叫 在背後呼叫它 然後請它幫你去寄一封信件出去 不過前提是你Outlook裡面要設定好 等於上面的這一個 再串接一個斗點 然後再串接一個什麼 串接一個左邊這一個 打勾 那因為你這邊已經做好之後有沒有 它就變成上面 再串它的那個下面 就是左下的這一個 所以你這個時候做兩次 一個是抓它 一個是抓什麼 抓它跟它 那你這個地方向下填滿的時候 它就全部這樣 就全部串在一起了 那同樣的方法 可不可以就是說 如果我要把它改寫成VBA的話 直接在旁邊加一個按鈕 有沒有辦法按下去 全部串在一起 當然可以啊 就是跑一個回圈有沒有 回圈範圍就是for i 等於2到6 然後全部串在一起 中間加到點 這個部分請各位先思考一下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擺加信 總共有100 那160個信式吧 如果我希望能夠按個按鈕 自動幫我全部串在這個上面的話 該怎麼做 有沒有辦法把它直接切 按下一個按鈕 直接就幫你把資料丟到這邊來 全部串一起 這個是串 全部合在一起 那合則分 分怎麼分 如果這邊有160個儲存格 我希望上面一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自動幫我 按照我要放的位置 自動幫我放進來 有沒有 一個一個幫我把它切回去 該怎麼做 所以等一下的話 今天大概會把 這三個部分完成 實際上就是文字的一些串接 可以串 可以分的一些技巧 說明 OK 那各位先看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休息一下 那我們先下課也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 我們先下課 我們先下課 我們先下課